Hello,大家好,我是英雄,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一个影片呢,是我数位游民系列的第二集 在今天这个影片中呢,我要访问一位音频作家 这位作家呢,透过制作音频 就可以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工作 那如果你不了解音频是什么呢? 音频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听的广电 但现在呢,大家都把它做成音频 你就可以在Apple Store、iTunes这样下载来听 所以不管你住在哪里,你都可以制作音频上传到iTunes 世界各地的朋友呢,都可以下载你的音频来听 我觉得呢,音频跟有声书是非常方便 可以让你快速学习的工具 因为你在通勤或是作家室的时候呢 都可以放音频在背后这样子听 我今天要访问这位音频作家呢,是Zoe 如果你有最终台湾的音频作家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谁 那我等一下让她自己自我介绍一下 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这个影片吧 Hello Zoe 嗨哟,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你的节目上 很谢谢你今天空出时间来跟我说话 对不认识你的观众,你可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没问题 嗨哟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Zoe 那我是理想生活设计这个网站的创办人 也是左边茶水间这个音频节目的主持人 那我的频道主要是在分享有关平台经营自我成长跟 一些远距工作相关的内容 那你做这个多久了? 6月就要一年了 6月一年,所以你才做一年而已耶 对,还蛮短的 但是我听你的音频我觉得非常的专业 不像是一年的 谢谢谢谢 因为我之前有一点点经验 就是我在上一份工作是旅游的编辑 我们需要到处去旅游啊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直播的节目 还有我们有时候也会要去访问可能餐厅或者是饭店 所以你就要写访纲嘛 或者是你要直播你可能也要写一下稿子或者是screen 所以我大概知道要怎么做 但是我现在回去听我第一集还有第二集的内容 然后就觉得OMG我真的非常sore就非常抱歉 如果说你听到那前面几集 我为你感到很抱歉 应该大家都一样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作品都不是最好的 可能我们再过一两年后 看我们现在的作品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专 对,应该会觉得尴尬到不行 可是当下可能觉得感觉很好 嗯 那为什么你会开始做音频而不是做其他的 其实我那时候非常犹豫的是 我也蛮想要做youtube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底要做youtube还是要做音频 因为我之前有试过youtube 然后我真的觉得 哇,今天影片好花时间 然后现在可能还要上字幕嘛 然后现在可能还要上字幕嘛 然后这个音频还有那个部落格的事情是我想要在业余的时间来做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顾到这件事情能不能坚持下去嘛 因为它才是一个能不能够永久持续经营的一个重要关键 如果说我做影片 maybe我可以做的好 但是我的产量可能就只能呃 比较零碎 后来因为我现在其实人在美国 然后我就发现 美国的podcast非常非常的流行 然后我自己也很常就是在跑步啊 做主菜或者是开车什么折衣服 就做家事那种时候来听这样子的音频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不然我来试试看做音频好了 因为音频只要一半的时间嘛 就是你做audio要接 你没有影片的特效 然后你也不用上字幕 然后我那时候面临到一个比较难的点 就是台湾没有什么人在听音频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其实大部分 YouTube还是占比较主要的主流嘛 然后我就发现就算啊 今天开给你一个新的平台 例如说iTunes Store 有那个podcast 就是紫色的那个小小的app 你搞不好还不会用 我也有把我的音频上传到YouTube上面 然后那个东西它是完全没有萤幕 就只是一张图而已 它是静态的图片 然后我就发现 还是有很多人会去YouTube上面 听音频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使用习惯上的转换 就是就算今天有一个听音频的app 可是你要去建立一个全新的习惯 还是比较难的 然后有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是听觉是闲置的 可是手很忙或者是眼睛很忙 像是在美国可能比较常需要开车嘛 你也不可能一直看 然后你的手也要开车啊 那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可以让你利用时间来学习的一个时光 或者是我觉得生活型态有转换吧 就是以前可能住家里比较没有那么长需要做家事 然后现在就是自己搬出来住啊 然后就需要煮饭啊 需要折衣服 需要打扫 然后那时候就是 你没有办法一直坐在那边看一个YouTube的影片 可是你的听觉又是闲置的 所以我就发现 搞不好这是一个可以被 养成的习惯吧 应该这么说 那 Podcast怎么赚钱 我知道YouTube是放广告啊 还有联盟行销啊等等的 那Podcast 观众都看不到你 那怎么赚钱 其实呢Podcast也可以是赚广告费 联盟行销我觉得也可以 然后还有来宾上节目 等于他有点像是业配 所以就是这几个方式也可以让你的Podcast赚钱 OK 所以你要付给我业配 业配的钱这样 哈哈哈 如果是有一些来宾 他们可能会来谈说 我能不能上个节目 哦OK 哦哇哦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方便的话可以透露一下 你现在的收入大约多少吗 在经营音频这一部分 如果不方便没有关系 没关系啊 我最喜欢公开这方面的资讯 因为当我是观众的时候 我也很好奇就想说 为什么大家都不公开呢 因为这样没有一个依据嘛 所以当时我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 因为台湾市场比较少人在讨论说 你一个音频要怎么算钱 然后来宾上节目 一个广告要多长 多长的那个钱怎么算 所以呢当时我是自己决定的 我不觉得大家一定要参考我的这个价格 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最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跟来宾的收费是一个来宾上一次节目五千块 然后那时候我是最一开始的收费 然后后来我有再提高啦 所以那是我最一开始的收费 然后最一开始的时候我收的广告费就是一个月 然后我每周会有一个音频嘛 所以一个月的话等于会有四支音频 然后每一期的广告大约是二十到三十秒 也就是说呢 那一个月就是会有四次二十到三十秒的广告 然后一个月算五千块 然后现在我把它改成就是一次的广告 也就是一次大概三十秒左右的广告是两千五 所以那个广告就是你有一个厂商的置入嘛 然后你可能会在一个音频的最前面啊 或者是中间或者是看你要插在哪 然后这样子收费 说的是台币 那你现在还有正值吗 我现在的正值就是我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有兼职 就是我以前的正值 哦所以你把原本的正值变成兼职了 没错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我希望很快的可以就是连兼职都不要了 很多人都希望这样子做 很多人都问我说 现在要不要辞掉正值去经营他的梦想工作 我通常都会给他们的意见就是 不要这么急 你能赚钱了吗 如果你还不能赚钱的话 如果你把现在你的正值辞掉 你是不是压力就很大 那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其实这个非常有趣 因为我大概前几周才访问一对来宾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他们是离职创业 然后他们是整理师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 因为我觉得离职创业需要一点勇气嘛 就是你整个把你的那个桥梁的工作烧掉了 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 就是你们为什么是选择离职 而不是选择继续先有一个稳定的前进来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如果说你不离职的话 你没有办法专心的去focus在你自己的这个事业 然后如果说你有的又是一个焦酒王 那会非常的累 然后导致了你下班之后就觉得 没有那个心力去经营 所以他们就是评估之后 他们有先想好自己的获利模式 所以评估完之后就觉得那就离职吧 就是不要让一个自己的正值在那边心烦 所以我觉得有一块人是可以这样 就是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就是那种 如果把那个后路烧掉 会比较有动力的人 那也许你可以选择那一款 但是我自己呢就是可能比较是支持要的这种 就是我在前期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确定我自己的获利模式是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我的品牌可以靠到什么赚钱 然后那时候就其实马上的我搬来美国生活 就是这里的什么东西都很贵 然后我就意识到说我不能没有我的这个正值工作 就包含你要缴房租啦 你要吃饭 就其实跟大家都一样 所以我就决定说我不能先辞职 因为如果说没有了这个正值 我就会怎么样 没有地方住 没有东西吃 然后精神也不好 心情也不好 那这样就会一并的影响到我自己想要做的这个dream job 就是梦想工作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 就是很多人会说 都是因为正值啊 让我没有办法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也许你可以换一个角度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正值 你才有那个钱 有那个体力 来做你梦想的工作嘛 不然你怎么做呢 那因为我看音频有时候是一个人在讲 有时候两个人在讲嘛 你目前都是邀请贵宾来 那之后你会想说都自己来吗 因为贵宾不可能一直都会有啊 对不对 其实我有一半 几乎有一半的是自己的 所以我不是全部都是来宾 我通常是自己一集 来宾一集 自己一集 那最近是因为来宾比较多 然后大家档期可能比较满 就是大家可能有课程想要宣传啊 或有书想要宣传 所以最近就是比较多都是跟来宾的 但是我其实也有自己一个人 然后很多时候我会觉得 选来宾是一种 其实你自己可以比较轻松 而且你可以比较 学到比较多 因为毕竟有一些东西 你大家你的读者感兴趣 但是你的经验不足 所以你就不能讲嘛 例如说美股 就是我跟药上次聊的美股 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领域 那读者说他们想要知道 可是我能说什么呢 就是我不能嘛 所以我一定要去请一个 这方面专业的人士来聊 然后一方面是把这个人 就是介绍给听众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在访问他的时候呢 或我自己做访问的时候 我就可以学到一个东西 那你都会怎么做功课 比如说你今天想做一个新的内容 你会怎么去做准备 就怎么去写稿 怎么会吸引观众 通常呢 我会去思考说 就是要去找哪样的来宾 那题材到底是怎么来 我觉得通常都是你的粉丝的require 就是大家会一直来问你问题 然后会一直请你做类似的主题 所以你去观察 你有没有看到 一直重复出现的关键字 那就会是你的观众想要的主题 因为他们就是敲碗跟你要那个主题啊 那当那个主题出来之后 例如说大家会说 我想要理想生活是财务上的自由 财务上的自由财务上的自由 这个东西它一直出现 所以你就知道理财可能大家想听嘛 那理财有什么 你去问说大家在理财方面想要听什么 美股这个关键字出现了 所以你就会知道 好那我来找一找 有没有人在讲这方面的专业 然后找的时候呢 就找到要 或者是很多时候其实是我的粉丝推荐我 就他们可能会说 可不可以访问 就是可不可以请你访问谁谁谁谁 然后我就会说 OK你们想要我访问他什么 你们想要知道什么 然后在这时候我就会去请问那个来宾 就是我会寄信问他说 他我是谁 然后我在做什么 然后我的观众是一群怎么样的人 他愿不愿意上节目 那这时候我可能也会给几个范例 就是让这个来宾来听一下说 就是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就对了 那如果说来宾答应的话 我接下来会做功课就是 我会去收集一下观众想要问什么 然后就会做一个访纲的设计 那访纲可能是七到十个题目 就是比较针对这个来宾的专业来问 然后会跟来宾对访纲 对完之后呢就会约时间 然后就会开始录了 OK 那想要开始做音频的观众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应该从哪里开始 第一步要做什么 我觉得其实 其实技术的问题都很好克服 因为现在就实在是太方便了 但是重点是你讲的内容吧 就是你讲的内容要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一开始我在做YouTube的时候 我都是依照我自己的喜好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啦 就是说我今天想要分享什么 我今天吃什么 我今天穿什么 我今天去哪里玩 然后都是你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以你为主 那时候其实观众是感觉得到的 那后来我就是去那间旅游的公司嘛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主管带啊 然后可能就会去读数据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你不太能永远都只是依照你自己的心情感觉 然后去分享你的小日期 就是那些东西 他跟你的读者有没有确切的关联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你在做每一集内容的时候 你要先确定说你的主轴到底要讲什么 以及你的观众听完之后可以得到什么 我觉得这几件事情先决定 当你决定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就是一个大纲写好 那你就可以进去列点嘛 就是那个纲要你就写得出来啦 所以我觉得还是说 可能要换位思考吧 换位思考就是你要去想像你的观众想要听什么 然后你可以提供什么 你可以帮他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而不是一直就是围绕在你自己的一个圈圈里 OK 那对你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在哪里找到你 如果你在网路上打左边查时间应该就查得到我 左是那个人字旁的左边是天极的边 我会把你连结放在影片下方 OK好那我就不用讲了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在下面可以找到我 OK那今天这影片到这边 希望这影片有帮助到你记得订阅这频道 让我按个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